大家好,欢迎来到耶罗吧频道,我是耶罗 这一期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跟讨论如何让孩子睡过夜 那我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五个让娃可以睡过夜的方式 那么第一个就是在睡前呢要喝最后一次而且让他喝饱一点 那喝饱之后呢你要让他拍格,把格拍出来之后 那么这个因为他喝饱了,那他就比较不会在半夜的时候醒过来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在他睡前的时候要把他换上一个长效型的尿片 长效型的尿片就很像我们女生在他的每个月的好朋友来的时候 他这个有分所谓的夜间家长型长效型等等 那么尿片呢也是有像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有些厂商他有设计他的尿片的吸收力是特别好的 那你就可以在睡前的时候把它更换 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让孩子在固定的时间睡觉 千万不要让孩子跟着你一起熬夜 孩子在固定的时间睡眠 那么孩子其实是喜欢固定的作息 第四个就是我们哄宝宝睡了之后呢 不要马上离开他的身边 在宝宝睡下去之后的十分钟到二十分钟 这个爸爸妈妈要在孩子的旁边陪他一起睡 这样孩子会感觉比较安全 比较不会突然间睡睡马上就醒了 因为宝宝他们其实是很敏感的 你在他身边会让他感觉到安全感 那么第五个呢就是 不要再帮他换尿片 也不要再让他喝奶 也就是当孩子到了一定的时间点 一般来讲可能六个月之后 甚至是八九个月之后呢 孩子他可能半夜会有起来找奶的习惯 又或者半夜起来他想要换尿片 那么这时候呢 父母要训练孩子能够让孩子睡过夜 必须就要不要就是说 他半夜只要哭醒就为他喝奶 不用了 他如果半夜哭醒呢 你就拍拍他 不要帮他换尿片 也不要为他喝奶 渐渐的呢 孩子就会习惯 然后他就半夜不会再起来找奶喝 不会再起来娃娃哭 那么这个时间呢 因应每个孩子的时间非常的不同 有些孩子他比较敏感 训练啊 睡过夜的时间非常的长 那有一些孩子呢 你没有特别的训练 只要就是好好的顺顺的带 睡前让他喝饱奶 他就自然而来睡过夜 但这个时间每个孩子不太一样 有时候孩子也会不稳定 突然间凸醒 那不是每一次都是为了要找奶喝 又或者说已经是尿片师了 有时候孩子像我们一样 也会做噩梦 有时候也会没有安全感 所以各位爸爸妈妈在带孩子 让他睡过夜的这段时间是漫长的 那有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耐心 那带孩子总是很辛苦 总是会睡眠不足 那以上是这五个点来跟他分享 那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 总的五个帮助宝宝睡过夜的方法 一个呢是让他吃饱 第二个呢是让他换上长啸的尿片 第三个是固定的时间睡眠 第四个是不要离开他的身边 不要马上他刚刚睡着的时候 不要马上就离开 第五个是不换也不喝奶 不换尿片也不喝奶 希望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个五个讯息 对你是有帮助的 也祝福你跟你的宝宝 早点睡过夜 白头睡眠不足 黑眼圈的 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